DNA的方案 所以我们要知道NMN是非常高科技的商品 那就是因为这个学术理论发现以后 现在很多生物科技公司 保健食品公司都在争相推广NMN 那我们都知道比尔盖斯巴菲特李嘉诚 这些世界级的首富 全部转载NMN大健康产业 尤其李嘉诚在2017年 赤资7.5亿的台币 委托美国一间公司帮他研发生产制造 这一支商品叫TRU 在美国纳斯塔克上会香港区城市上架 为李嘉诚赚了数十亿美金 这一件事情真的轰动港台媒体 这所有的媒体都在争相报道 所以现在只要推广NMN的公司 都会拿李嘉诚来打广告 那到底是哪一间公司被李嘉诚所侵卖 就是美国这一家Full Excelsior 为什么李嘉诚会选择他研发代工呢 因为他是美国综合实力排行榜 前五大的保健保养品大厂 他在美国美西洛杉矶有超过15万英尺以上的厂房生产线 专门为好诗多沃尔玛区城市全球最大保健同路 GNC研发代工 所以他有丰富的研发经验跟实力 握有研发技术 年营收可以超过4000万美元以上 当我看到这一间公司的实力背景的时候 第一个我看到了一个亮点 如果未来15年保健食品的新宠儿是NNN 你要做哪一家 大家都拿李嘉诚打广告 我吃的就是李嘉诚上游厂家 我何必跟代工厂合作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看到非常大的亮点 再来我又看到产供销一条龙 我们知道很多保健食品公司都是委外代工 所以常常断货或者生产的品质不稳定 那我们是不是就很难下市场 当我看到他产供销一条龙 握有研发技术的时候 我觉得跟这种公司合作比较稳定有保障 而且他年营收超过4000万美元以上 代表我们后面有一个富爸爸在支撑着 是不是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间公司的实力背景的时候 我觉得跟这种公司合作 我才能走的比较长久 那今天就是Fore E的老板 他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筹备子公司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美商凯利Kalory这一间子公司 为什么Fore E的老板要成立子公司呢 因为他说这些集团不是使用纯天然的原物料 他干脆自己来开一个子通路 他自立标榜用纯天然的保健食品 并且把省下来的钱全部回馈给消费者 于是他在2019年开始筹备了他的子公司 美商凯利Kalory 所以你有看到李嘉诚的这个TRU跟Kalory的商品的生产地址 是一模一样的 李嘉诚跟我们的母公司Fore E还有9年的合约 那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老板他秉持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他要给我们全人类吃最天然的保健食品 因为他觉得你的细胞是天然的东西 才能达到长期平衡共生 省下来的钱不是被集团赚走 这样社会的财富分配 才能达到长期平衡共生 所以我们的经营理念就是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所以文化重不重要 很重要 我们知道嘛 商品是公司的灵魂 制度是我们的命脉 文化就是我们的根基 所以文化相当的重要 这就是我们的老板Steve 他是美国空军退役 他在核辐射工程学领域做环境电脑工程师 已经高达十几年的历史了 所以他是电脑工程方面的专家 有用过我们的后台系统吗 有 非常的强大 一笔订单资源多张信用卡付款 再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们后台已经开通 大陆可以用支付宝付款 可以 然后呢 公司打下来的奖金 可以用银联卡取款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代表我们公司的实力背景真的非常的强大 那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联合创办人 也是我们母公司 佛一的创办人 就是我们的林博士 他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高分子的化工博士 他已经移民美国二三十年了 那他旗下的子公司有Cost Fresh Golden 再来第四家就是我们美商凯利 Kalerie这一间子公司 所以你看他有高达20天以上的膳食补充品的研发经验 他有为好斯多沃尔玛驱城市这些研发代工 所以你看我们的科研团队是非常的强大 所以我们两个创办人 一个Steve是专攻电脑工程 一个是专攻这个膳食补充品的科学领域 所以真是强强联手 那这是我们工厂的这个空拍景象 我们在美国美西洛杉矶有占地15万以上 因此的厂房生产线 那全部都是自己的 那这是我们的多媒体会客教室 可以在这里招商洽谈 那这是我们的实验室 你很少听到一间公司会跟你谈实验室 因为他们都是代工厂出来的 我们不是一般代工厂 我们有科研团队跟实验室 这是我们来自全世界各个优秀的科学家 他们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把关跟研发 那这就是我们工厂的无菌制跟仓储 那我们的工厂拥有18项国际权威性的认证 也是别间公司所没有办法媲美的 那我们有三大系统 第一个叫双链融合系统 第二个叫细胞健康系统 第三个叫210奖励系统 什么叫双链融合系统 因为我们是产供销一条龙的公司 所以我们不用委托外面OEM ODM 也不用经过大盘中盘小盘的剥削 直接工厂出货到末端消费者手上 所以这一种叫做短电供应可以提供你更高CP值跟性价比的商品 并且把所有的钱全部回馈给末端的消费者 那这是我们的主打商品叫SOD NMN 刚才已经有跟各位提到什么是NMN的功效 那为什么要选择calorie的NMN 第一个我刚才有提到我们有一个亮点 就是大家都拿李嘉诚打广告 我们就是李嘉诚的上游厂家 第二我们的NMN跟外面差在哪里 一般外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什么 这叫塑胶罐 对不对 我们的是精油品 我们不是一般玻璃 这是精油品 成本一定比塑胶高 为什么老板用到精油品 这么高的高级的包装材 抗紫外线抗光抗氧化 确保你里面的商品比较不会变质 你可以看到一个老板不惜重本 很用心 再来我们每一支商品上面都有方位QR Code 确保你买到的是美国公司正货 那再来我们一支商品上面都有六大国际认证 第一食品业界最高规格清真认证也就是阿拉认证 里面不能有猪制品不能使用种酒精 不能使用动物大体 全部要符合伊斯兰教法规 代表全世界有四分之一 十七亿的回教徒人口都可以吃的保健食品 第二个叫做Non-GMO非转基因认证 有没有发现现在豆腐豆浆都跟你强调大豆非基改的 什么叫基改 就是合成化工的加工食品 这代表我们是纯天狼的保健食品 第三个Vision是代表不能有任何动物来源的纯素食认证 也就是说连蛋跟奶都不行 出家师傅都可以吃的一个全素食商品 第四个叫Infor the Choice 是专门为国际奥委会检测奥运选手的食品药品 膳食补充品 有没有含为禁品 所以你要知道你吃到的是奥运选手规格等级的保健食品 再来CGMP 一般外面听到的都是GMP厂 我们是CGMP C's Current代表 我们不但符合GMP法规 我们是符合最有实效性严谨的CGMP法规 最底下的Made in USA 全部美国原装生产进口制造 不假他国分装代工 所以当你收到CALORY的这一支NNN 代表他是最高级的精油瓶包装材 防伪QR Code六大国际认证 重点外面的NNN几乎都是胶囊 明胶胶囊要经过胃酸胆碱和分解酶的迫害 到小肠吸收不到30% 我们的是什么 舌下病 舌下含浮吸收3秒进入血液细胞 15分钟 NNN转化为NAD Plus 提供你细胞立腺体能量 进而修补你的DNA 还能激活7条长寿基因 15年前的白粒如醇 只能激活1条长寿基因 就风鸣全世界 现在的NAD Plus 可以激活7条长寿基因 请问你要激活1条还是7条? 7条 当然是7条 所以以前的人说 吃百粒现在给你吃百粒 这样好不好? 所以呢 这也就是青石黄再早的长生不老之药 那我常说如果这一间公司呢 他只 我少讲一个 我们不但是舌下病 外面啊 这些60科为单位 大概卖8000至12000 这叫什么? 这叫行情价 因为这是非常高科技的商品 我们的60科 只卖你3000多块台币 外面的三分之一价钱 为什么我们有办法这么便宜? 因为我们产供销一条龙 要不要再给老板一个掌声 那我们不是便宜美好货呢 你看我们有第三方CMIT实验室报告 报告结果显示 我们是β型的燕西氨丹和氨酸 纯天然的精纯度高达99.92% 已经超越业界的顶级标准 人家讲黄金不过999纯金啊 我们是9992 精纯度比黄金还要纯的NMN 要不要再给老板一个掌声 那我常说就是因为这间公司 有实验室人科研团队 所以他在去年7月7号 横空出示这一支叫什么? PQQ氢气片 有听过水素水吗? 有 现在夜间非常流行水素水 水素就是日本话就是氢 为什么要喝氢气水H2? 因为氢是世界上最小的分子 它不需要任何媒介载体 可以穿透你的细胞膜 跟脑血屏障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物 但是它只会跟你有 攻击性的自由基结合 比如过氧化物 用的模式把你身体有攻击性的 自由基代谢掉 所以现在业界非常流行 喝水素水 只是外面一般都是用什么? 水素杯 装电池 或者家里安装一台 十几万的氢氧机 是不是? 那一种都需要插电 是直指交换模机数 一公升不到3ppm的氢 日本有一间这间公司非常有名 一包要卖到130 里面只有2.6ppm的氢 但是我们是用美粉来制氢 我们这里面是用国防等级 高浓度防暴球形磊 并且使用超灵界艳氧防暴技术 那我们的美丢到水里 可以产生高达11ppm的氢 是外面业界的四倍浓缩 但是氢很容易挥发跟窜淘 所以我们还使用微奈米气泡 锁氢激素 所以你这一刻丢到水里 会不会起很多泡泡? 对 那是微奈米气泡锁氢激素 把我们的氢锁在水里头 高达4小时不挥发 也是日本要跟这间公司购买的激素 我们都不要卖 所以当你拿到这一支是什么? 高门毒气 刷楼鸡 这样了解吗? 马上产生马上制造 随时随地靶向排毒 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叫什么? PQQ 有听过牛樟是棉疫之王吗?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 从土壤植物的维生素延伸物里头 有一种物质叫做PQQ 它是水龙性的 它可以穿透你的脑血屏障 刺激你的立腺体再生 它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 是牛樟的8到10倍 所以科学只会越来越进步 是不是? 并且它可以跟我们的H2 产生协同效果 它可以启动我们的排毒枢纽NRF2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可以制造水素水 可以制造氢气的意思就是了 所以呢 有一本书就是氢可以致癌 我们的氢可以 它水素水也号称是血管的氢道夫 所以我常讲 你有没有在洗澡? 那你体内怎么洗澡? 你的细胞啊 你的血管卡一些脏东西 你怎么把它洗掉? 就是靠这个水素水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呢 再 一支是这个 我们还有一支叫脑力剑 顾名思义跟脑有关 有没有听过银性软磷子对大脑很好 但是它们分质太大 没有办法穿透你的脑血瓶上 科学家现在用小分质存化技术 把软磷子里面有一支种物质 叫做alpha GPC所体炼出来 它可以有效穿透我们脑血屏障 转化为乙烯胆碱 什么叫乙烯胆碱? 乙烯胆碱是神经传导物质 你的大脑在思考 嘴巴在讲话手在动 都要靠神经传导物质来传达 但是它会因为你的年纪增生浓度下降 一旦浓度下降 它会从你大脑细胞膜剥削出来 这时候就会造成脑病变 比如说老人痴呆失智症 怕轻生失症 所以科学家已经发现 原来适时的补充脑神经传导物质 乙烯胆碱 可以预防以上的脑病变 那我们里面还添加五种业界最高抗氧化剂 NN白鲤如醇 二代白鲤如醇 紫盘起 它有更好的穿透性跟稳定性 在第四个叫做七黄素 七黄素也是一种多分类的物质 它对你大脑的细胞修护非常有帮助 还可以提升你的大脑认知能力跟记忆力 第五个叫什么 EGCG额茶素 额茶素可以干嘛 抗脑化啊 抗发炎啊 有没有 所以呢 它不但补充你脑神经传导物质 乙烯胆碱 预防你刚才提到的脑部的病变 那它里面还有五种最高的抗氧化剂 可以攻击你大脑细胞的这些自由基排掉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 那我们博士有讲刚才那三支商品你没吃 你这一支绝对要吃 这根本就是居家必备良药 这是什么 它里面主要成分是来自冰岛 Aquami原生湖所萃取的蓝绿螺旋藻 知道20年前蓝绿藻可以开直销公司吗 为什么蓝绿藻这么好 因为它有丰富的藻蓝蛋白 可以调节你的免疫能力 那我们里面还有72种的维生素矿物质 人体所需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Omega6 可以活化你的干细胞 调节你85%的免疫系统 我们里面还有添加 业界最高抗氧化剂 叫超氧化物奇化酶SOD 它可以还原氧化应激作用 什么叫氧化 请问铁氧化会怎样 平坡氧化 我们人活久了氧化会怎样 老化 长黑斑长细纹都是老化现象氧化现象 SOD它可以还原氧化让你逆龄回春18岁要不要 所以它是抗氧化物第一名 外面几乎都是用动物所提炼的 我们是用大西洋深海2100米的热泉 萃取一种红枣叫四热枣 它可以耐到高温400多度还有活性 所以它是耐酸耐减耐高温超高活性超氧化物 其化酶也是抗氧化物第一名 白利如纯纸排第六名 你就知道SOD多珍贵 听说它一两个成本比黄金还贵 所以这叫做深海软黄金 那我们里面一包居然添加2000IU国际单位 要不要再给我们老板一个掌声 非常的高重 重成本 然后我们里面还有11种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 高达300亿以上的菌素 营养师有说菌种多比菌素多重要 人家坊间大概都是5到8种就是一个商品 我们居然是一个成分 为什么有办法这么便宜 因为我们厂共销一条龙 要不要再给老板一个掌声 真的是不简单 我们还有添加维他命D3跟K2 它是一种协同效果 可以平衡血液的盖根磷 还可以平衡一个菌虫生态 请问厂外大好 免疫力是不是自然就会好 所以这一支简单来讲 它就跟免疫力有关 请问大疫情时代比的是什么 免疫力嘛 对不对 所以健康摆第一 后面的零才有意义 没有那个一 后面再多零都没有都是零 对不对 所以免疫力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因为有自己的实验室 所以我们在10月16 横空出示这一支 也是我最爱的一支 这叫什么 紫痰其复活影 有觉得它的包装很眼熟吗 最近几年夜间都很流行这种太空包装真空包装 为什么紫痰其复活影它又号称二代白鲤如蠢 在座各位有吃过白鲤如蠢吗 有 它是非常高抗氧化的东西 那这个因为它分子结构跟白鲤如蠢很像 所以它叫做二代白鲤如蠢 紫痰其 它是从蓝莓果浆里面所体验出来的 那因为它经过假激化作用 所以它可以穿透脑血屏障80% 白鲤如蠢只能穿透20% 所以你要有80%的效果还是20% 当然要80% 那它的分子结构不一样 所以它在我们血液的血浆浓度 是白鲤如蠢的36倍 白鲤如蠢很容易被代谢掉 所以呢 因为它的稳定性极高 所以可以提高它的生物利用率 那我们里面不但有白鲤如蠢的所有成分 包含那些高抗氧化的水果 葡萄蓝莓 巴西紫莓 鹅茶树 多酚 红石榴 樱桃 芦荟 我们里面还额外添加β1316的蒲菌糖 它是非常高抗发炎的商品 里面还有有机虾青树 请问虾青树是荤的还是树的 树的 里面有没有虾 没有虾是树的 它对我们新鲜怪跟眼睛的修护非常的有帮助 我们里面一样添加1200IU国际单位的SOD 所以这一包简称来讲就是非常高抗氧化 高抗发炎的商品 也可以号称是细胞的防毒软体 保护修护你的细胞 所以呢我们就这五支商品 这个是什么 这个NMN是吃干嘛的 那个 密林的 对细胞 立腺体能量DNA修护 激活七条长寿精 让你吃百五的啦 这罐好吗 这罐是吃细胞的 那这罐是吃什么 排毒 哦 这种 全班的班长最会谤的 排毒细胞就跟血液有关 血液靶向排毒倾斜子 那再来这一支吃什么 跟脑 脑神经有关 补充乙烯胆碱神经传导物质 那这一支是吃什么 免疫 免疫能力的 蓝绿藻免疫能力的 还有益生菌肠胃道的 所以呢中国人才讲 轻调补防 轻就是轻毒 调免疫力 补脑神经传导物质 然后这个防护修护保护你的细胞 请问现在病毒有没有升级 那你觉得防毒蓝体要不要升级 所以呢现在又过15年了 二代白鼻如醇已经出来了 非常高科技修护防护保护你的细胞 那这些商品听起来都这么好 需不需要有国际认证 要不然都是听我在讲对不对 你看我们有这个全商品进入美国医师药点PDR 什么叫美国医师药点PDR 就是美国95%的医生都会参考这本书 他是他们开处方签参考数据指南 在医学界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每年都要重新编册一次 全美国只有7支NMN进得了PDR Kalorie的就占两支要不要给他一个掌声 那要怎样才能进PDR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经过实验证证要真正有效 所以如果朋友跟你问说吃这个有效哦 你要跟他讲什么 真的有效 第二个是以药品等级来制造 因为我们是CGMP厂 所以他是以药品规格来制造 你吃的已经不再是保健食品 而是超越保健食品的保健品 那再来是45分钟要完全分解且吸收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感冒药 有血要隔4到6小时 因为他们都是合成化工的 没有办法代谢 所以因为我们纯天然的45分钟可以完全分解且吸收 所以要能够进PDR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外面的公司都是拿主打商品去申请进PDR 我们是全商品通通进入美国医师药点PDR 要不要再给我们公司一个掌声 所以你看我们拿到是这么高规格的保健食品 全商品进入美国医师药点PDR 但是却给你这么亲民的白菜价 因为我们产共销一条龙 再给我们公司一个掌声好不好 所以这么好的商品要不要搭配好的分论制度 想不想吃便宜 最好是不要钱好不好 教你怎么吃便搭富翁要不要 我们有499 1099 2399 跟2999 4种入门款 499美金进来的公司会给你50美金的见面礼 相当于是9折 1099给158折 2399给500 是85折 2999给到1000 大概是75折 所以哪一套最便宜 2999最便宜 对不对 好 那如果499进来 公司会给你两个半月的活药起 什么叫活药 不用二次重销就有领取奖金资格 1099 05个月 2399 10个月 2999 01年 请问你只要领两个月的钱还是要领一年 那你要买哪一套 2999这一套 那你如果推荐499呢 你会有50美金的介绍费 1099是150 2399是300 2999给500 一样要谈一个订单 请问你要领50还是领500 那你要推荐哪一套 2999这一套 所以看来看去不管你是要自己吃买便宜 还是你要做这个生意 都要推荐哪一套 2999这一套 那你自己当初499进来的人 可不可以升等 有限时间吗 不限时间圆点卫生等 但是不是补价差哦 是你这个位置 再买一套 比之前金额更高的 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吗 但是如果你的伙伴也圆点卫生等 你可以再领一次介绍费 这样子好不好 别间公司伙伴身本是没有介绍费的 我们再领一次介绍费 那现在教大家怎么吃会变大富翁要不要 要 第一个零售利润我不讲 因为我们不销售 第二个 推荐奖金刚刚讲完了 50到500元不等 第三跟第四 这样子你 人生翻转的机会是别间公司 所没有的 什么叫分销 什么叫拓展 第一个这间公司的制度精髓叫210 2就是双轨 1就是打干轨也可以领钱 0就是0分享都会有机会分红 那以往双轨制他会有左右市场 他会跟你说你左边右边 都要各推荐一个会员 对不对 在Carrie他是说 你跟你介绍人的同一边 是不是叫公边 要介绍两个活药会员 你就成为合格会员 你可以开始领取所有奖金 那今天你介绍两个朋友 是合格会员嘛 你介绍这两个进来 你当然有这两个人的介绍费 对不对 那这两个朋友的朋友的介绍费 你在别间公司领得到吗 领不到 Carrie让你可以领到你朋友 朋友 很多朋友的介绍费 可以领到11代介绍费 6%都是你的这样好不好 这是别间公司所没有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边听得懂 在第四个是什么 拓展奖金 如果你在Carrie 你是一星 我可以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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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Max老师去推荐一个新伙伴 我还有42% 这样才是合理的嘛 最高 最高就是再拿出56% 给你1比2对碰 250分对碰500分 但是呢我们做过酸鬼都知道很多人 小编不做碰不出来就会变大象腿 所以我们公司还说 那我让你打单鬼 打一边就好照样有钱领 这样好不好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推荐费分销奖跟拓展奖 都是你打单边就可以领钱 因为这三比较新生业绩 都跟推荐费有关 打单鬼就可以领到三种奖金 如果有能力打双区的人 还可以多领一次对碰奖金 这样了解吗 好再来第六个奖金叫对等 对等奖金建立在对碰之上 你的伙伴呢 必须要有一个35元的碰局 35元的碰局 你才可以领到对等10% 35的10%是多少 3块5嘛 重点你要领到几代 我们最高10代10% 业界最高 看品阶 像我现在是三星传 我可以领第一代到第八代对碰奖金的10% 重点我自己打单鬼 我零碰上赚 我自己零碰 居然去领别人碰局八代 真是不可思议 我自己零碰去领人家的碰局 这样了解吗 我在别间公司 我号称可以领六代 但我每个月要考核一千碰 才可以领六代5% 所以我领不到第六代 我都只领到第四代的5% 但是Cellery让我零碰领八代 八代都10% 最高五星赚可以领10代10% 也就是35元的碰局奖金 百分之百再提拨一次 要不要再给这个老板一个掌声 真的是非常的大气 那在Cellery到底要怎么上聘阶呢 刚才公司是不是说 你至少跟你介绍了同一边 要放两个人 你就合格 对不对 你生了两个小孩 是不是你的第一代 对吧 你生两个儿子是你的第一代 儿子在生孙子真孙 繁衍到十二代的子子孙孙 加起来十个人 你就是一星 子孙二十个人二星 五十人三星 一百人四星 两百人五星 当你的家族繁衍子孙满堂 五百人的时候 你直接成为Cellery的钻石 这样了解吗 所以做组织行销 团队五百人就可以上转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真的门槛非常的低 我们这是活药人数的累积 不考核业绩 不考核碰局 就可以上聘结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真的是这个业界的创新 你看我能上三星代表我的团队才两千人 我在前平台用六年的时间打造六万人团队才让我月入百万 但是我在Cellery只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我的团队就有两千人 这两千人就让我月入百万 所以这叫什么 同工不同酬 这样了解吗 所以就是人家讲的制度的不一样 付不付 看制度 就差很多 你看两千人跟六万人是差三十倍 差三十倍的人数 但是达到一样的收入 真的是 要不要再跟这间公司一个掌声 所以这边如果听得懂的人 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 那如果你成为Cellery的钻石 你就有机会参与世界分红三趴 全球业绩的三趴 一期叫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分一份 一个月分两份 看聘结 二赚一个月分四份 三赚一个月分十份 这样了解吗 那在第八个举证奖金 哇这举证奖金就是我们在追求的被动次收入 刚才我们是都在讲双轨 双轨要对对碰 对不对 你生两个人而已嘛 但在双轨他人是一直往下垂直排列 在举证是横向排列 他是二的列面去堆叠 第一层两人 第二层四人 第三层八人 第四层十六人 这样了解吗 二的列面去堆叠 你刚才这两个人垂直放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在举证会横着排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 这样排 一层两个 两层四个 这样子的排法 那最多只能让你领十六层 不然会发报 你这是什么 二的十六次方加总起来 会有十三万人 这些人全部在你的局阵底下 每个人只要重复消费 都要提拨三美金给你啊 最多就是十六层十三万人 如果这十三万人通通重复消费 你一个月最高封顶三十八万美金 月入千万台币 你不用再做两区市场了 你不用再左右对碰了 有这样了解吗 即使是你大边的伙伴 以前大边的伙伴从销 只领分数不领钱 现在大边的伙伴从销 用矩阵排列全部拨款 这叫什么 只要下面有人 就会拨三美金到你的户头 这叫强制拨款 如果你打对碰 小边不动 碰不出来 大象腿领不到钱 这叫回流水库 所以呢 我们Cellery大边小边的伙伴 只要有人从销 不给积分 直接给钱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不用再等碰局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当我看到Cellery这一张制度的时候 你看 他光矩阵从销 可以月入千万 人家讲什么 跟着百万赚十万 跟着千万你才有机会赚百万 这样了解吗 你看这一张制度 你有没有看到太阳制的影子 一个去介绍一个 你有看到日商的插帕制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美乐嘉的举阵制 再来两千年 Ustana美安的双轨制 制度只会更人性化 现在已经几年了 2022年了 又过一个20年了 你知道吗 现在制度单轨的时代来临了 人家讲啊 一个趋势的来临 就会造就一波的大富翁啊 重点你有没有看准趋势的眼光啊 跟胆势是不是 人家说 站在去世的风口上 猪都能飞上天 我们现在唯有坐在Kellory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才有机会跳望全世界 所以惨动消一条龙的时代来临了 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是先知先觉的前三趴 因为先相信而看见 李嘉诚有说啊 如果这个市场只有5%的人知道 你要赶快进场 如果这个市场已经50%的人都进入了 其实你就机会鸟茫 所以你们现在在台湾 只不过两三千人 你们都是先知先觉的前三趴 你们现在市场还非常的大 现在单轨的趋势才刚刚开始 未来绝对是这个去世的潮流 重点我们站在第一波啊 所以你即将有可能因应这一套制度 成为千万富翁 这样了解吗 我常说十六成 你一个月做一成 是不是十六个月 十六个月 是不是一年四个月 一年四个月 如果大家都去一带二 介绍两个人做合格这个动作 就会横向排列 做这个动作 做十六次 明年这时候 你就月入千万 这叫什么 子日可待啊 如果你要打双边才能领钱 打不出来怎么办 回流水库 这叫遥遥无期 所以呢一个是回流水库 一个是强制拨款 你要做哪一个 当然是要强制拨款的 对不对 所以我常说啊 六十年前有安利 我们叫什么 生不逢时 没有搭到那一波趋势啊 六十年后有凯利 在你有生之年 你绝对要掌握机会 把握机会 因为你错过这次机会 你有可能再等二十年啊 我常说十五年前的百里如蠢 创造了财富第六波 现在财富的第七波 就是NFN的市场 重点 你有没有搭上这一波财富的列车 所以现在机会 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 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掌握机会 不要再把人生最后一次的机会 给他流失掉 这样好吗 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有哪里听不懂的地方 你一定要抓紧你身边 带你来的贵人 好好的了解 不要把问题带回家 我们把问题留在这里 把答案带回家好不好 所以唯有你现在 入宝山就不要空手而回 知道吗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再一次给那个 高钻石热情的分享 他给我们蛮好的干货 那我自己也有孩子 那我现在58岁吧 那我就想我要传给孩子什么 然后我 我不会很骄傲的跟他说 我盖了一个铁皮屋 那我要传承给你 你觉得我的孩子会想什么 这抵不住风雨你知道吗 那我们呢 寻寻命面要找一个被动式的管道 有一些平台 就是像一阵风 他很容易加入 可是呢 很容易流失 所以现在呢 这个平台比阳台还多 那从刚才我们高钻的分享 就是从公司啊 产品制度 都是非常勤得起考验 而且吸引了很多人 所以接下来时间也是非常难得 那我们接下来请了这位分享者 今天我们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分享者 他在中国大陆18年的时间 那有一生的真本事 那在中国大陆呢 替各大企业做企业顾问 然后呢 就是帮人家做选择 很多人一生不会做选择 或者没有机会遇到好平台 那他今天呢 为什么会选凯利 他也有他的看见 然后呢 他现在定着在这边 那他的上线领导们呢 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他们都很骄傲的说 我的组织里面 有一位很厉害的Leader 叫做乌老师 那乌老师的下线的这个组织们 他说 我有一个很骄傲的领导 那个就是乌老师 所以呢 很多人因这位老师而贵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呢 用最乐趣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乌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Max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各位我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蒂林 非常感谢Max刚刚的介绍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刚刚高传 很特别在这个风雨的时间里面 从台中远道而来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今天呢在这里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 在直销领域里面 我遇见了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前辈 那么在我遇见凯莉的这段时间呢 确实是在2020年的时候 我在中国大陆18年的时间 我跟中国企业家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 跟看见 因为本身我学的是企业管理 那么就在2020年就像现在这个时候 我正式想要回来过年 刚好没有想到我们世界的疫情大爆发 所以呢我就被留在台湾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感恩 在那段留在台湾的日子里面 让我能够真正的去跟台湾的很多商业的 真正的精英有一些连结 那么直到我们2021年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台湾五月份的时候 疫情又大爆发 对不对 但是对岸反而是比较平静的 所以呢我就在这个 从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 我再度又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我遇见了今天的凯莉 也就是我们刚刚高传特别 为我们精心介绍的这个凯莉公司 那我经常我一生当中 我都在传统产业里面 所以我经常跟企业家说 如果你要想到你的企业 有一个非常好的基业长青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 与中为时的一个看见 同意吗 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未来要往哪里去 我们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明不明白 同意吗 对所以当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 定心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往那个目标去前行 所以今天我也要跟各位伙伴讲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在被隔离的那个十五个晚上 十四天的时间当中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 麦克斯老师 他发了一个连结给我 当时呢 没有一瓶东西 没有一张目录 没有瓶瓶罐罐 没有人可以来告诉我 Kellery是谁 但是我知道这一扇窗一张打开 他只发了一个连结给我 我就那天晚上把它点开 我们去看一看 刚好在加拿大 我们的leader在上面讲一个事业的商机 我要跟各位朋友讲 不一定我们要亲眼看见 当时没有一个伙伴可以告诉我 可以说的清楚讲的明白 你们相信吗 没有人可以说清楚讲明白 不是他们不讲清楚不讲明白 是真的在那个时候 只是知道台湾即将有一个机会 要来临了 在这个全世界有一个几十个国家 全球一张网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一个一个连结 因着我们过往有太多产业的经验 跟经历来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开始去了解 新过台湾的伙伴们 来帮助我们去了解 制度的完整性跟人性化 是我是真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开始拿起了我手机 今天在座的每位朋友 包括我们何台老师 也没有见过我啊 但是就相信我又进来了 我们的施老师也没见过我 因着我的一通电话 就进入了这个团队 也因着我们的David大哥 我在10月19号 我们的台湾分公司正式落地了 我10月20号告诉他 我们David老师也相信我 就进来了这个团队 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 跟我们的伙伴们讲 就是说你所遇见的是真实的 那么刚刚我们高端也特别讲了 就是我们的平台 我们的产品全速进入PDR制度 又是这么的人性化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今天既然遇见了 也同样在这个平台 让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 一起来努力 我觉得先几天我跟甘总 在对话的过程中 他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营养 他告诉我 他Kerry这一家公司 是一家真正有创新的公司 他说什么是创新呢 创新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重新的组合 来各位你们还好吗 这个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力 也就是过往18年的时间 我们凯利公司一直在做OEM ODM 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对160多个品牌来做代工贴牌 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 他开始预见了 我应该由我自己来 因为最好的原料就在我这里 所以开始了有前面这些商品 这么好的一个商品 在全所问世 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创新 所以我们要跟随的一家公司 是绝对是一个有平台 有预见有background 同时有最好的商品 最好的制度 那我相信凯利在未来的短短的时间 应该会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 那么这是我今天跟我们伙伴朋友 一起分享的 那我很希望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在这边 都第一个能够获得健康 第二个我们真正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收入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是我的分享 感谢那个老师 好我们也谢谢能够老师 那很多人 就是后来会离婚吧 那人家就会想 那他什么 刚开始不选对的人呢 就选择到对的人呢 因为可能在当初他年轻的时候 刚好旁边的小伙子 特别热情追求他 所以他也没有做多的比较 所以他就嫁给他 后来发现个性不合 所以能够遇见是一个多么大的缘分 那今天呢外面平台很多 有的人呢花了一身的精力 却因为某个公司 他们的组织内斗 所以财务不稳就倒掉了 那我们公司秉着长期主义 平衡公司的原则 我们希望建一个管道是能够长长久久 所以呢我今天也很开心 就是说各位波隆来这边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刚刚高专说了 不要把问题带回家 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